无奈之下,康特继续和奶奶一起寻找阿祖法 奶奶看着这个不靠谱的孙子也是着急不已 同时,奶奶也希望能够快点找到阿祖法,劝劝他们两夫妻 奶奶可不希望他们离婚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一大清早,晨光细微,康特被奶奶急切的声音唤醒 奶奶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焦虑和坚定 他催促着康特从卡车的座位上起身 提醒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去寻找阿祖法和孩子们 奶奶知道,时间紧迫 每一分钟都可能意味着找到阿祖法和孩子们的希望增大或减小 他不希望康特错过任何可能的机会 因此一大早就来到卡车旁,敲响了车门 康特和奶奶简短地讨论了一下寻找的计划 他们决定先去阿祖法可能去的地方 甚至是他以前提到过想去的地方 他们也知道,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但他们都决心不放弃,直到找到阿祖法和孩子们为止 今天阿东也给大家推荐这款大品牌洗洁精 厂家为了充销量 现在19块9到手三大品牌包油 去油效果强 还温和不伤手 他是从稀釉里面提取的植物精华 还特别添加了小苏打 还可以直接清洗瓜果、蔬菜 最主要的他还是A类的呢 以后洗宝宝的奶瓶餐具就用塌了 阿东已经上架橱窗 趁着优惠还在 赶紧选购吧 康特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和焦虑 他不知道阿祖法母女的下落 这种未知让他的心始终悬着 奶奶也是一直陪着康特 他对康特的状态感到担忧 同时也担心阿祖法母女的处境 康特的寻找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她的行为显得不成熟 她在心情好时 轻易原谅一切 许下承诺 但往往错过阿祖法最需要她的时候 现在即使找到了阿祖法母女 她也无法提供帮助 反而可能带来更多麻烦 是细节不够伤人 还是敷衍不够明显 很多网友都劝阿祖法 长痛不如短痛 趁现在彻底离开这个没有担当的男人 因为现在阿祖法所有的苦难都是康特造成的 他不仅没有能力解决妈妈带来的伤害 最重要的是他也没有决心和他们一刀两断 康特对母亲的判断似乎过于乐观 他相信母亲虽然性格强势 但并非无情无义 认为过去的行为只是意识冲动 不会重演 然而 现实往往比预期残酷 康特没有预见到 在他不在的时候 家人会如何对待阿祖法 当康特的母亲再次将阿祖法和孩子们赶走时 康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开始理解阿祖法的处境 意识到与这样一个家庭生活是多么困难 阿祖法的不幸遭遇 让康特开始反思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现在毫无疑问 阿祖法肯定是生气了 而且非常严重 到现在也没有要求摄影师主动联系康特或者是老者 康特肯定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他可能在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失去了阿祖法的信任和爱 他可能在反思自己的行为 以及如何能够弥补所造成的伤害 奶奶作为家庭的长辈 对康特的行为感到失望和焦虑 他看着自己的孙子 心中充满了忧虑 担心他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成熟和冲动 而破坏了整个家庭的和谐 奶奶知道 康特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他和阿祖法的关系 也可能对孩子们产生长远的影响 同时 奶奶也在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 她希望能够尽快找到阿祖法 以便能够面对面地与他交谈 了解他的感受 并尝试调解夫妻之间的矛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